《四十年龄》 终点的圆润的那一段 是不是真像低游啊 你不觉得你的耳朵也低游了吗 真好听 听完了这一段《山东的小唆呐》 接下来我们听一段《东北的大唆呐》 演奏的是我们上海音乐学院的青年教师王坤宁 相比较刚才的《一枝花》 由我们的张倩渊女性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阴柔和细腻 我想王昆迪老师吹这个作品 会有一股阳刚之气 我们听一听她演绎这个作品 叫《家乡美》 《家乡美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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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家乡美》